吓的 大家好 我是金阳 上次咱们家粉丝送的牛肉还有一半 一会儿给小莫卡跟妞妞做一次熟食 把这牛肉给炖了 还加点菜 还炖点别的吗 我拿了两只一的我怕不够 一会儿鸡也可以炖里面 把它切成小块 切成小块再给它炖 鸡也剁成小块一会儿 鸡也炖开了吧 炖开了 好嘞 切吧 我把这两只三黄鸡搅成那小块 可以 好炖 这牛肉也切成小块了 加上生命的圆球鸢 别准太多啊 就它俩吃 就这就行 拿两个生鸡蛋去 吃菜已备好 还兑好了 这菜都烂透了 这才好吃呢 老呢啊 看好了不能让他们吃 你先放小木杆 牛牛我整不了 你放小木杆还还在这行 no 快去吃 咋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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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捂住了 我正捂住了 不来了 no 哈哈 坐好 坐好 牛牛吃那个蔬菜多了 对 no 坐好 坐好 哈哈哈哈 看你 no 下去 啊 哎呀呀哈哈哈 吓的 脑 坐好 坐 不许吃 不许吃啊 不许吃 哈哈哈哈 哎呀呀 气死了 脑 好 准备好了是吧 我插一二三伸就开始啊 一 二 三 快吃吧 吃 吓死我了 我没听见 我还开吃吧 你没听懂 牛肉三红鸡打菜 你整汤去吧 那不是有汤吗 整的 小木嘎你赶紧吃 为啥大家在一块吃啊 因为小木嘎自己吃的没有那么香 大家也知道 有妞妞在吃的就香 牛牛吃太快了 牛都卡牙了都 稍微来点汤吧 我看不知道是噎的 往下是卡牙 到饭点的 你看别的狗都在这叫唤的 带汤牛就快了 好 吃吧 喝吧 这一顿牛肉 又给他们夹了两只小三黄鸡 还有给他们准备了蔬菜 都给他们炖 炖到一起了 现在对你这么好 你还不听话 是不是 抢食物的是他吃东西 这个玩具还好一点 这个吃东西的这手 非得不听你话 非得要先吃两口 省化 省化这个吃不到肚里边 你有没有看牛牛在的话 把他带动的吃饭也快了 你再不吃 你再不吃吃完了抢你的了啊 你离远点 我怕一会儿牛牛抢他的护食 小木嘎护食再干起来 喝汤了在这 这回菜也给吃了吧 要不然小木嘎自己吃的话 那西兰花啊胡萝卜根本就不吃 吃吧小木嘎 看最后几口牛牛吃的更快 没了 小木嘎 小木嘎 那细嚼慢咽的 把他慢慢吃 牛牛 如果要是上去抢他的 小木嘎我估计不会 乐意给他 我对往后撤 我害怕他俩干起来 他俩干起来很猛的 他不抢 这个可以 10项 挺10项的 你敢放挨打 他每回吃饭之前 就得挨打几次 要不然他根本就不会等着 看刚才妞妞这种抢食的毛病了吗 就是小的时候 没有给他立好规矩 立下咱 就是在我这儿 从这个一点点成长起来的这些狗 全部听话 都是在两个月那时候来到我家 或者50多天的时候 50天的时候来的 那时候就开始训他 你就慢慢训 给他立好规矩之后 他长现在这么大 两岁 你就是后期 七八岁到时候他还是一样 你立好规矩之后 他就不给你犯下这种错误了 这也是一种严重的错误 想识 主人要小心 你像我这个 给他两麻烦 他还好一点 如果要不打他的话 蹬鼻子上脸 受罪的是主人 你看我们小木干了没 他为啥要是这 为啥这么听话 他从小的时候 已经把这规矩都给立好了 你包括他就是打比赛的时候 人家那个展示 怎么去站姿 也给你弄的是板板正正的 然后吃东西等待的时候 大家一目了然 他是怎么去做的 牛牛是怎么去做的 这就不用再说小木干这个事了 这对牛肉吃的咋样啊 这味道 你看这肚子 挺美吃起来啊 就这就这一顿的啊 这牛肉没了啊 工瘾嘛 不能经常让他们吃 希望来年能 听到牛牛的好消息吧 家伙们 哎呀吃工瘾了他俩 直接给你来十个大棒 行 十个胖小子 哈哈哈哈 就跟 就跟那个谁跟那个雷母一样 很像生姑 哎你想留母就没了 那你工也留 哈哈哈 嗯 期待吧 期待这两条精品的后代吧 家伙们 希望牛牛不会让我们失望 这么好吃好喝的 这么照顾着 对吧 好 好